所以我們現在講的還是一樣是課本的240頁左右的那個回歸的部分 我們把該會的東西先講完 那如果 禮拜五我們還有空的話 我們再多講一些 或者等一下還有空 我們再多講一些多元的線性回歸 好不好多元 不行啊 好來 那我們上次呢 我們上次呢 你還記得我們自己 一開始講回歸的時候 我們給你的模型是長什麼樣子 是長 Y等於A加上BX對不對 Y等於A加上BX 這時候那時候小X 好 那我們那時候呢 你可以把這個當作是樣本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給了一組樣本之後 去估計你的A跟B對不對 你記得嗎 好 那我們現在想要回歸推一下 我們想要知道我們模型的回歸模型長什麼樣子 那模型的回歸模型 會有一點差異 它差在哪裡呢 我們之前有講過對不對 我們呢 希望我們的主題呢 其實在這條線上 但是呢 我們每次讓我們抱身高 不抱歸的時候 會有誤差在哪裡 那是每一個人的誤差都不就這樣 假設他們是說 在這裡那個誤差會多一點 誤差會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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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差會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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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認為呢 他們的誤差其實可以形成一個分數 每一個誤差都可以形成一個分數 每一個誤差都可以形成一個分數 但你會發現 在每一點上的誤差的分數其實是太一樣 那不太一樣呢 我們在數學上就 就不怎麼好做 所以呢 這時候呢 我們數學家呢 會把我們的回歸模型先改成這個樣子 你看上面這一個 我們改成Y等於α 這α值就是母體的那個結句 β呢 就是母體的回歸係數 可以嗎 但是我們後面會再加上一個什麼 誤差 一種 什麼問題 會再加上一個誤差 好 加上這個誤差之後呢 我們現在一樣 要想辦法來估計這個α跟β 什麼問題 好 但是呢 如果我們每一個點上面的分布 長的都不一樣 他的誤差分布 這個一種的分布都長的不一樣 那這樣實在有點難做 所以我們數學家呢 我們仔細看 你看這裡是不是加上一種1 對不對 不一樣這裡是加上一種2 所以是加上1 3 這告訴你說每一個點 每一個x 他長成這個誤差分布都會不一樣 都會不一樣 好 那不一樣的話其實不太好做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這個 簡化後的回歸模型 簡化後的回歸模型 那什麼叫簡化後的模型 你看喔 真實的情況底下呢 他每一個長的都不一樣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簡化後是把每一個都假設 他長得一模一樣 可以嗎 這就是簡化後的回歸模型 然後呢 這個中心點呢 剛好都在哪裡 都在這個回歸線上 中心點都在這個回歸線上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 這一些的平均數 剛好在這個點在 可以嗎 這些的平均數 剛好在這些點 所以加了那個一手指加多少 就是如果是平均得遠 他們剛加0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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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裡 你是本來有可能加這個點 有可能加這個點 我用綠色的 我的誤差可能加這麼大 也有可能加這麼小 對不對 也有可能減到這麼多 然後也有可能減到這麼多 也有可能減到這麼多 但是平均起來 他減掉的是這裡 那平均起來 如果減掉的是這裡的話呢 是代表他沒有往下減 也沒有往上減 對不對 所以他平均是減多少 減0 所以平均是加0 所以呢 他平均的話呢 我們希望他的什麼 誤差 每一個點上面的誤差 他的平均值 他的期望主要是0 就是簡化過的 但是真實的會這樣嗎 真實的不會 你看真實的 像這個點 這個點數是平均數 比較多 你看這個 平均數比較多 所以真實的情況下不會 真實的這個 這個肌肉的肌肉分數不錯 像你講出來的 你講出來 如果有一個人 他都希望自己身上 都長高一點 所以你每次請他報呢 他都會往上報高一點 那他的平均報出來 是不是都會加個 1公分加個2公分 對不對 那他的平均 例如這次報加1公分 下一次報加2公分 再下一次報加0.5公分 然後這樣子報下來 那他的平均至少也會加 一點點 那可以嗎 平均能加個一點點 所以真實的情況底下 他報出來的平均呢 其實是會 如果有報高的話 是會多一點 多一點 但是呢 我們為了簡化 因為簡化做得比較不錯 簡化做假設 你必須爆出來 你必須爆出來 所以我們真正的身高 會長的一模一樣 很像這樣 也就是說是很不怕的 平均到裡面很不怕的 就是做一個假設 好 另外一個假設 就是這樣 我現在請你們 每個人報了你的身高 看你們在報身高 都差跤到不然情況 不是都會像我一樣 就在做 所以呢 你們的片化 應該會支持 這個片化大小應該會支持不同的 但是呢 為了方便起見 我們還是假設小 假設他的片化大小是 這樣子 就是叫 變化大小是一樣 所以他的variance 是一樣的 每一個誤差呢 他的variance 是一樣的 所以我會加上這一條 好 再來第三條假設 所以這是第一條假設 這第二條假設 這是第三條假設 第三條假設 是假設呢 我們每一個誤差之間 是不會有影響的 好 是不會有影響的 他們的共變異性 是不會有影響的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其實不是假設 好 最後一個是因為 我們有了這兩個之後呢 我們在假設我們的誤差 它其實它是服從 正態分布 所以 正態分布的中心點就是我們的 0 它的 方差就是4個馬平方 方差就是4個馬平方 當我們有了這些假設之後呢 我們後面呢 才有辦法做一些簡單的 來記憶會會 好 你們在明明會會 這一週是 有很多事情 要考試了 你禮拜幾天就好 禮拜四老師 好 就 劉老師的特先考 好 講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好 這個你可以操一下 但是我跟你講 我想我都講實話了 沒有考 好不好 沒有考 好 這個呢我們課本好像有 看一下在哪裡 好 我記得課本有一張 感覺跟這個很像 有 在236頁 有沒有看到一個 回歸子夫妻物差異事 他講的就是這一張 好 我後來不太用課本那個課 是因為 幾乎我都不用課本 我都用這個辦法數的課本 因為他會把現實狀況跟簡化後的狀況 都畫面看 所以我才會用這個辦法數的這個課本 比較好看 好 沒有問題我們往下囉 好 所以呢我們把它簡化之後 就簡單了對不對 我們簡化之後呢 我們變成每一個值 每一個值 這邊都會有一個正碳分數 這個正碳分數 是由我們的誤差產生的 那這個誤差呢 它是什麼 是指頭 中心點代表1 然後它的變數 來我們這邊是假設呢 有一個變數是15的地方 方差 方差 方差是17的地方 好 如果我們這樣講 這代表這件事情 代表它的誤差呢 平均主在裡面 百分之 六十八的誤差 會集中在 正部一個 邀請差 所以 誤差 百分之六十八 會在 15 到 25 一間 百分之九 六的標準 他會在正部一個標準 他 百分之九 七的二十 他會在正部一個標準 他 那可以知道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放出來的身高會怎麼樣呢 你看喔 這裡有個誤差 對不對 所以我放出來的身高 應該也會一定的他變喔 所以你看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X等於75 X等於75 X等於75 我代進來 代進來我算出來 只是175 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 百分之 因為你們的誤差 都是那個0 對不對 所以百分之 六十八的誤差 會集中在哪裡 160到190 那種 因為你要解掉一個誤差 再加上一個誤差 對嗎 好 然後百分之九十五的誤差 報出來的誤差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的 其實報生高 其實如果報生高 是不會這樣 報生高 應該是會有效 下的 好 但是經過這個假設 這之後的我們的模型 就變簡單了 而且比較好解釋 應該 解釋起來比較好 像圖看得懂嗎 好 看得懂就很好了 好 所以我們一般 其實課本看到的圖 是長的像圖下角這種的 對啊 圖下角這種 好 我就會有誤差在 好 聽到我剛剛講的 就是比方的難兆 如果有誤差 那每一個別方 都會有誤差分比 每一個別方 都會有誤差分比 每一個別方 都會有誤差分比 那好像假設 他全部都不可能 會有誤差分比 而且都要比他 當他長的 一樣 好 那當他長那麼一樣的話 我們現在能 可以算法 可以算這一個 我們估計出來 這個y的期望值 我們估計出來 這個y的期望值 我們再回到前面這一個 我看 當我們s負面是七速的 情況下 s負面是七速的 情況下 我的人能 y高在這裡 我的人能 y高在這裡 比較小物體 但我的人能 y高在這裡 好 這些y的期望值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算 算這一個分布的期望值 y分布的期望值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把 這個y的期望值 算出來 所以呢 我們每一個點 我給你s1 給你s1 進來之後 就會有一個y1 y1就會等於 alpha 加上 為什麼會這樣 我的筆 怪怪的 最近這台電腦很奇怪 它自己同步也不是很好 好 加上β的XI 但是不要忘記 它再加上一個什麼 誤差的分布 對不對 好 那這邊是1的話呢 這裡就是y1 這裡就是什麼 s1 這樣可以嗎 那因為我們的誤差分布 會服從什麼 會服從normal 0 然後呢 這邊會有什麼 Sigma平方 對不對 所以造成我們的y1 也會服從這個分布 可以嗎 那因為y1 會服從這個分布的話 所以每次出來的y1 長得都不一樣 對不對 每次出來y1都長得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算什麼 y1的期望值 就是y1的平均 可以嗎 好 那你在算yi的期望值的時候 是什麼 這個都是常數 不是可以翻出來的 對不對 然後這邊就會變成是 一爽的期望值 那不要忘記一爽的期望值是誰 中心點是0 所以出來其實就很簡單 所以你的y的期望值就是什麼 alpha加上β against i 他這不是回到油膽嗎 我們之前在講的不是 y等於什麼 a加上b x 這兩個是長的 一模一樣 對不對 你知道嗎 這兩個是長的一模一樣 只是這個a跟b 自由 怎麼是適合到 這個r分上去 對不對 然後這個y 是這個y出來的 我希望它放出來 就挖太多 那這是x 其他兩個都 一模一樣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在做 呼吸的過程 也是整個都一模一樣的 好 都一模一樣的 有問題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你可以把它這樣想 我們現在就是要想辦法去估計 這個 alpha跟這個beta 想辦法估計這個 alpha跟beta 那因為 alpha跟beta 跟之前的方法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 alpha跟beta 估不出來就是跟以前的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母體最佳的beta 當我給了一組訊息之後 母體估計出來最佳的beta 比如一個代表 我們要把beta beta 就是 就是 數據的s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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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一樣 我們的 alpha 和beta 就是 我害怕 也要進來的話 要進去 我看一下 谢谢大家 好,这个两张箭子都有,是一张是比较难的,计算品还一张是比较简单的选择 好,还有一个,注意一下,这个 好,我们的中心点会通过回归线 回归线会通过我们的中心点,中心点会落在回归线上,这样可以吗? 好,那这个呢,有一张箭子上来,到它的证明,然后另外一张箭子就问你,是非对还是错,判断你,你叫是非,你叫判断你,后来在网络上查了一下 所以你回去要看一下它的证明,好不好 y bar 剪掉 还有一个证明,我再讲仔细一点 蛤? 证明是这什么? 这个y等于a加上bxs的证明,你给你准处理吧 syy1 你知道吗? syy的证明,对吗? 好,你要去证明什么? 好,证明y bar等于a加上bx bar,对啊 好,那x bar是什么? x bar就是n分之一的i同一到s i 这还会证明吗? 这个还会证明? 你是不是要从哪个地方开始证? 是什么? sse,对不对? sse字口是finition i 从1到n的yi 减掉yipxs的证明,还记得吗? 然后这个会证明什么? 会证明,finition i 从1到n 这个是yi,减掉谁? 减掉这个是a加上bxs的证明 然后我们希望这个要越小越好,对不对? 要越小越好 那你要说这个基小词,就是什么? rxsse,对谁为分 现在对,a做为分 对a做为分的话呢? 外面线尾,里面不动,里面不动 外面线尾,里面不动,里面不动 外面线尾,里面不动,对不对? 外面线尾,里面不动 外面线尾,里面抓出来 对a为分之分 注意 然后这个本领 那你把它整理一下 就可以得到哪些要的答案 再来整理一下 你考试如果这样写 会有分啊 如果这几十分,你考试这样写 你只有三分而已 你不要写整理一下 你自己会整理完哦 自己跑整理一下 你把它展开,然后放回这里 就可以得到哪些 我昨天在 在 给书院长做考卷的时候 发现这件事情 如果我把教材全部都改成英文 这个叫做双语教学 对 对 那这奴可以的,刚才摆到神啊 你不是跟我说,你有看到参鸟啊 上天晚上就变到一种神奇的神 没机会 那那个庄家王 那庄家王 那庄家王 就是那个参奇教师公寓 你们那个公寓啊 要去 旧公寓那个地方 有没有 就看到说 诶诶,有蛇 大概就是蛇 然后排射,然后身上很低 那台湾是比较明山蛇 有蛇 有蛇,那是有蛇 蛤 没有知道啊 而且你们最近好像有看到蛇 你们看到蛇就搞不好要躲了 他好像被吃蜘蛛 照照照,那在等待他里面就排卦 然后就有一个妈妈带小朋友来给人家 在那边看着他 所以奇怪,你们怎么不怕蛇啊 然后 然后 然后我们一群台湾人就走到前面 就搞不好躲旁边 躲在那边躲在那边 然后 后来我跟别人讲 别人就跟我说 女医生在还没有卖茶之前是卖蛇 所以就有蛇 蛇 所以就有蛇 而且还不是蛇 那个蛇 那个蛇 什么 都带蛇 然后我们有一个 民地的神店长 里面 计划 他就说 他哪来是谁 因为他哪来 他说 可不得躲在广 那蛇都不知 呵呵呵呵 好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哦 如果呢 你拿到的是 计算机器件 公布的这笔也有支撑 但是你如果拿到的是选真理的件 它只是说你不要在这个点 你会坐在机器上 那如果有的话 你打我 你就连天 你会坐在机器上 那你会坐在机器上 你会坐在机器上 所以你要看你拿到的几件 它是从开始会计算吧 就是说 找到的一道的几件 所以 就是 所以讲 如果拖到一件 如果拖到一件 好 你觉得是很好 拖到一件 好 那就是 你觉得是 你觉得是 你在哪 这么多的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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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但是呢 我現在知道 我們已經做很久了 一個數據 但是我們現在從這裡面都出現了出來 所以我們抽的是量粉 所以這些點是我們的量粉 是我們的數據點 所以數據點產生出來的回歸直線 跟你們的回歸直線 例如是數據量粉 所以我把這兩個條固定一下 上面虛線這一條是母體的 母體的是什麼 我換個顏色 母體的就是y等於 alpha加上βx 可以嗎 就是母體的回歸直線 那下面那一條是我們樣本做出來的 樣本做出來的就是什麼 y等於 alpha hat加上β hat x 其實就是我們之前學的 a加上bx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是樣本的 所以樣本的跟母體的一定會有差 一定會有差喔 而且不同的樣本 例如是出口的量本就是明顯 可以嗎 不同的樣本就是不同的樣本就是明顯 來 這個有一個很有名的名字 把它吵下來好不好 它叫做最佳 它叫做最佳的 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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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佳的 和 最佳的 一條 最佩的 最佳的 最佳 最佳的 測試 所以这个名字在书上又有名 你打维基百科都会查到 这个叫Blue最优秘的呼吸 我喜欢蓝色 可是人家都说蓝色很优秘 我喜欢的是这个浅蓝色 这很天空蓝 天空的蓝色 可是我开始不喜欢这里的天气 不是 不是 其实这里的天气很奇怪 天吴三日情 我觉得可以这样讲 地吴三里亭 真的也是这里 三里亭啊 真的吗 你们现在还会 小学初中跟高中会教古文吗 古文会教吗 会教唐诗送子吗 有 还是会教 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了 好 好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给你不同的资料点 这张情况很好 我给你不同的资料点 它都会以 都会以 都会以阿法跟贝卡的东西 阿法跟贝卡 都会以贝卡 都会以贝卡的东西 会以贝卡的东西 好 但是都会长得不一样 好 因为 你看这些 它们是蓝色 我是绿色 我喜欢绿色 我喜欢绿色 因为它拿到量红色 很软件 是在十方法里 拿到绿色 好 好 他在高点中呢 我们的回归直线 出来就很多条 但是这些回归直线都会在哪里 都会在母体这条直线的附近 这样可以吗 那既然有在附近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什么 信赖区间跟 因为我们有假设我们的误差是什么 是normal分布的呢 那我就有办法知道我们的阿法呢 它的normal分布长什么样子 你的结句 它的分布长什么样子 你的β它的分布长什么样子 甚至你的y 它的分布长什么样子 都可以算出来 有没有问题 好 但是这些推导我都不推了 因为这些推导太复杂了 我们都不要推了 我们把它记下来就好了 好 在讲这些分布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个 esail会看到的一个报表 叫残差分析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 我们要先分析的是什么 是这个误差 可以吗 这个误差我们叫做 残差 可以接受吗 所以我们要先分析我们这个误差 不要忘记哦 我们有假设我们的误差 会出从什么 会出从一个 正态分布 对不对 我们假设误差 会出从一个正态分布 而且每一个的误差 服从的正态分布都 长得一样 每一个点它的误差 它的正态分布长得都一样 好 所以我们要先分析一下这个误差 那这个误差是新的吗 不是 这个误差是什么 误差是你就把这个a加bsi 移过去给它减的 好 所以减过去这个 诶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yi hat 不是吗 所以其实你的误差值就是什么 就是yi 减掉谁 yihat 他这不是旧的吗 对不对 把这些东西平均加起来 把这些误差yi 减掉yihat的平方全部加起来 这是谁 这是谁 你在这里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旧的吗 这不是新的 这个叫sse 对不对 可以接什么 这叫sse 好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误差 好 所以我们先做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跟easeo有关的 easeo呢 他把s轴化成是我们的x的值 可以吗 x的值 他的y轴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误差 有问题 好 这个s轴也是什么 我们x的值 这个y轴是我们的误差 这是x的值 这y轴是我们的误差 好 当你呢 你发现我们刚开始讲 我们的误差 假设是什么 假设他是正态恢复 才可以用 可以吗 假设他是正态分布的话 也就是说我每一个x 他这个误差的点 跑的都会长的 不一样 这样可以吗 他会什么 他在每一个s上面 在每一个s上面 行级b在哪 级b在哪 级b在哪里 每个的超级b 百分之六十八的集中 在身边的超级他 百分之九十八的集中 在身边的超级他 百分之九十八的集中 在身边的超级他 百分之九十八的集中 但是他会在这个 底的通过一向跑来跑去 所以像这一样子的话 如果你的残杂分析好 是否应该 代表 我用我的回归夺行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看哦 如果我感觉到 一个残杂抢天 你会发现你的残杂 其实是有一个 模式实在 他是有一个 在第一次行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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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他毕竟没有反应 在那边的第一次行向上 他这是一种 都滑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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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看这种事情 他在第一次行向上 你会发现 你的护差跟你的S有关 跟你的S有关 如果你的护差跟你的S有关的话 你就不可以用 线细的回归模型 可以吗 你可能就必须要用 所谓的 非线细的回归 所以也是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 你的护差跟谁有关 跟S有关 S在中间分析很大 S代表这个 它会有黏力 它会分析很大 所以他也是不可以用 线细的回归模型 可以吗 你必须你的护差档 出来像这样 看起来是 大概有没有东西 然后上下距离 上下距离 上下距离 这样才可以用线细的回归模型 好 这是用S来看 有人是用Y来看 有人呢 他这里是用Y hat来看 那用Y hat跟用S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Y hat等于A加上B S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有人会用Y hat来看 那你看 如果你以这一张组 这一张组 你会看到 它大概是0纹中心 然后上下距离 对不对 然后更大 所以这一个呢 如果你看到 他长这样 大组的回归 很大 但是呢 如果你看到的是像这样 你知道 O1 好像有一个Sign 的形 这个 就像是有Sign Ocosign 对不对 那表示他的残差 真的有关 他真的有关 这个真的用线细的回归模型 就要用非线细的回归模型 这样可以吗 好 像这个呢 这个虽然它没有那种 Sign 但是它有这种 S越大 它的残差就 越大 对不对 然后会有一个放射状 那这种的话 也不可以 所以等到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用线性的回归模型 好 也不可以用线性的回归模型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上次那个例子 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初一S跟 初一的成绩 跟初二的数学成绩 之间的关联数吗 对不对 你用一S要考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考出他的残差址 那你有看到 他的残差址呢 大概是里面 里面的东西 上下都有几个人 所以还可以 但是其实呢 可以变得太好 因为他上去也比较 也还可以啦 因为他都在那 15到25 大概差不多都在增长 所以他并没有很冷 一件事情啊 或一件事情啊 或者什么 开口上下啊 或者这样不算的事情啊 或者这样放大的情况发生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 用刚刚讲的线性的来做 可以吗 好 那这长大图怎么做呢 长大图很简单 我们看上次这个例子 很简单哦 首先一开始我们一样点资料 资料里面的资料分析 然后我们一样去找到什么 违规 对不对 然后按下确定 按下确定之后呢 Y的范围先选出来 Y就是选 这里 不让我选 有了 Y就是选这里 对不对 好 X呢 就是选 这里 可以吗 好 Y选这里 那一样有标记 上面有写XYS 对不对 好 我们常数没有设成0 回归系数没有的 常数没有设成0 好 这个信耐度我们先不管它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残叉 对不对 打勾 然后这边有一个残叉图 有没有看到 打勾 好 这边还有一个什么 标准化残叉都打勾 对不对 好 回归线图我们就不管 回归线图就画回归线而已 我们把它打勾好了 好 这时候我给它按确定 确定完之后呢 你看 它会帮你做一个什么 譬如它这边会有一个 残叉输出 有没有 好 我把它放上 好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残叉输出 这个残叉输出 你看这里 这也是尊重绿色的弯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讲的 太残叉化弯 重绿化残叉 正能力吗 重绿化残叉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用这个 拐当残叉 跟一个残叉当 放手 可以这个吗 好 那这个呢 是一个标准化的残叉 标准化的残叉 就是在残叉的 标准化 就是瓦解 任何的东西 辅引它的标准叉 所以你用这个搭配的汗 就有这个搭配的汗 都可以 好 最简单的方法 不是用这个看 最简单的方法是看 我们刚刚不是有画残叉图吗 对不对 来 残叉图在哪里呢 我把这个搬走 这个回归线图就是回归线 我们就不要理它 好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什么 残叉图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残叉图 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残叉图 它大致上是 你某个东西 对不对 然后 有多在下面 有多在上面 有多在下面 有多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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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但是残叉图 有多在那边 然后它就没有一个什么看 在那边 什么形式 也没有放大 一个形式 所以它其实没有泄性 但是你吃开这个残叉图 就是残叉图 残叉是 X 它的重叉是 X 它的重叉是 在下面 所以你残叉其实不用X也不用Y 只是你用Y 你就要自己画 你用X的话 你所有就帮你 画出来了 没有东西 不难 其实你们做一个都做得不错 最重要是要会有你所有做 文章有跟你们讲过 对不对 我老婆才是真正念统记者 对不对 我老婆会跟我成交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教你们看懂 那个anoma表 其他的都不是那么重要 你的计算过程 什么都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会输进去 然后跳出来 然后解释那张表 这样而已 好 有了这个残叉之后 我们看完残叉分析之后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们的残叉 大致上要长这样 残叉 大致上要长得像这样 我们才可以使用什么 使用线性的模型 不然我们就要用 非线性的模型 好 残叉分析呢 刻本好像有 我忘记它在哪里 看一下 算了找不到 不找了 好 好 来 接下来呢 有了残叉分析之后呢 我们不是说 一开始 我们假设什么 我们假设 我们的误差 会服从 正太分布 对不对 中心点在0 标准差是 方差是 一个马平方 好 既然有了这个之后 这是什么 这个是母体的 对不对 这是母体的 好 当我们拿到一组样本的时候 我们就回到我们之前的想法 对不对 回到 拿到样本之后 我们就要想办法来估计这个什么 Sigma 对不对 我们怎么用我们的 样本的 方差 来估计我们 迷你的 方差 这样可以吗 好 好 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先看 这些怎么来的 这个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他们 这个像是什么 护叉 所以我当然要从护叉 来护叉 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先 靠我们的 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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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裡竟然聲音-2 為什麼聲音-2 因為這個平均數 這個平均數字 你記得嗎 會不會證明 這個不用跑 不用分 我們不是給你 S1 S2 跟相分的Y1 Y2 一直到Y1 S1 好 那這個平均數字 我們講完再休息好了 這個平均數字 是Y2 後來我們用S1 多到回規制 得到GY1 S2 多到回規制 得到GY1 S2 多到回規制 得到GY1 好 那我們現在如果把這些平均加起來 Y1 H了 Y4 Y3 H了 Y3 2 Y2 Y3 2 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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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4 所以出来 signation I from B到 F S I 给了 好 那这个会等什么呢 N跟N消掉 所以跟A加上D 等到谁 也罢 那刚刚一开始跟你采掉了 这个是通过 免规直线 所以发毛统号 好 也罢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BQ是 一样的 两个人BQ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自由数量 可以说到 减二 这他用掉减二 这样可以知道 所以我们在除的时候要变减二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如果那些都没有毁掉 中国现在开始开放 观光收益 会是非常大的 你看整个欧洲 整个欧洲 欧洲几乎 欧洲为什么之前会有金融公告 因为欧洲几乎没有产力 他没有生产力 生产力全部都在亚洲 都在中国 所以中国的崛起 是因为人力的生产而崛起 但是呢 欧洲呢 他为什么可以维持 一样繁荣 一样兴盛 因为欧洲 他开发的是观光业 对不对 他那边有很多观 他光业跟意大利 你看就有多少观光业 对不对 罗马竞技场 比萨斜塔 威尼斯 等等 他都是一个观光业 然后整个德国 德国有工业 但是德国还是有很大半是观光业 然后尤其像瑞士 北欧 法国 法国就不用讲了 法国有什么 罗浮宫 有艾菲尔铁塔 整个巴黎 我去过巴黎 整个巴黎 他整个巴黎就是 一个观光区 所有全部都是 两三百里 一个箭笛 全部都在那里 他全部都保护 包括连旅馆 都要在两三百里 那个箭笛里面 没有电梯 一个晚上还要 大概快三千台币 大概六百块人民币 没有电梯 然后你要拖着那个行李 走那个 我塞进去有怕麻的 我走进去都快 很挤的那个楼梯 扣扣扣扣扣 大行李再扣到楼梯 然后 就在里面 一个晚上就要六百块人民币 很贵的旅馆 因为他里面全部都是很贵的旅馆 然后为什么 因为他都在观光区里面 他都在那个保护区里面 他整个建筑是保护的 教堂是保护的 房子全部都是保护的 然后里面还有 那边可以搭个地点 就可以直接到 罗浮宫 罗浮宫去看那个 蒙娜丽莎的微笑 蒙娜丽莎的微笑大概多大 我话给你看 蒙娜丽莎的微笑大概是这样 如果我一下子有错 这样 哎 就这么小 然后呢 他围 围一个圆大概围这么大 他会 leader honorable 那第三个就在那 你是一个人 是一群的人 我告诉你这一张还是假的 才不是真的 他不是被偷了 他真的他都拿出来斩 他会放在他的地下室 他偶尔才会出来斩一下 所以你大部分时间看到是假的 是妇科比 可是你比较小看那个妇科比 那妇科比的地址也是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的地坑卖的 因为他们画的模拟的都非常好 都被整理掉的 直接都用不一样 妇科比 你今天看到的地方 你知道台湾的租工具也是可以看到很多 妇科比 他真正的都被藏手 收藏起來 不出来的 就这样而已 小小的一缸 可是呢 你看他们这样光光收益就多少小 我们那时候不是假日去 那时候是非假日去 平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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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浮宫都是人 都是人 堂满了人 一堆人排队在买掉 整个进到里面全部都是人 所以光光收益就惊人 非常的惊人 所以很可惜啊 真的很可惜 还好紫禁城没有被毁掉 哈哈 圆明园 对 圆明园是 圆明园是那些头不见的嘛 但是圆明园其实后来保护还不错 后来他 我有去过圆明园还不错 他那个整个圆啊 布啊 其实玩一天都玩不完 好了 我们这还没讲完 好 好 好 我们刚刚看到这里的论词 什么呢 然后我们的量怎么不差 我刚刚那样什么不差 我们写小K 这个考试没有B 因为在考试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有一个东西你们搞不懂 这个B是什么 是母体的 母体的什么 母体的比例 对不对 如果我写BHAT是什么 量本的比例 可以吗 好 我写BHAT是母体的平均数 当我写S part的时候是 量本的平均数 所以我们在做虚无假设的时候呢 你会假设什么 母体的P1等于比例 对不对 对例假设的时候呢 你会假设母体的P1 不等于P2 对不对 可以吗 好 在做虚无假设的时候 你会假设母体的平均数 等于 母体的平均数 对不对 对例假设的时候 你会假设什么 母体的平均数 不等于P2 对不对 好 你们很多人写这样 这样等 这不对的哦 这是什么 量本的 很多人这里给我写 这是不对的哦 这样可以吗 所以要记住这些事情 对 好 还有一些事情啊 我不知道你考件上 我会帮你认证 可是我都没有帮你认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上了读考件的课 在罗费路下 接下来就怪你 他告诉我说 考件上面只能用六个符号 第一个符号是打钩 第二个是打叉 第三个是半钩 对不对 第四个是 你们如果没有写完整 那可以写什么 写点点点 这个点点点要六个哦 要六个哦 好 再来是什么 再来如果你打76分 我写错了 我要把一条线把它杠掉 整个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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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新的费数 要写在它的右下角 所以新一条线是另外一个符号 这条线下面要加两条 要加两条 然后旁边要写我的签名 然后请签名 而且签名呢 我这个是因为小考 我想说就算了 就签单 签名还要改签什么 全名 好 还要改签名 好 因为我曾 曾经因为这一个事情啊 因为这个啊 我看到那位老师 我上去已经没有交码了 我看到那位老师 本就有了免费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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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这个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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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干几个心理 所以 到我来 一来看 华 这个顺利 那 你在考虑 你现在给大 你怎么知道 你现在都要去拿 那你看 你现在考虑 一个里面 你现在考虑一个里面 你现在考虑一个里面 然后呢 你不然我 他就帮 你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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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滑血 哈哈哈哈 等到不是 你上个人家 你不然 他在滑血 然后他 他在滑血 所以 我其实 我反而想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我觉得 我 每一個都會考慮這個問題 你是覺得是這個心理重要 還是體育性重要 還是實在是體育性重要 對不對 到底哪個重要 心理重要啊 不管是不是考慮的再考慮的重要 我在這裡 可以報名 哈哈哈哈 這樣一部也是 一部門其實應該是 我在考慮中 一部最高大陸是 學校的發展就是 一個系的發展 再來就是 一部門學生 什麼查到 那些地方 然後這東西就業 那樣 蓋上這個地方就是 最重要的 你這個 趕破了 其實就是畢業的 你拿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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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對著你的 方式都沒有 你是不是覺得 上來上去的 我沒有做什麼 我只是在看他們做什麼 我覺得 我只是抓了一次 再跟第二次 再跟第三次 你是不是覺得 不知道是更好心 更好笑 好 好 來 這個EI檢調理的 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的 SSC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不是新的 我們這一個樣子的標準 它沒有新的 它是什麼 它就是 SSC 除以什麼 你的Declip A1-2 這樣就拉 好 但是呢 我們現在呢 希望能夠把它 SSC換到我們 這個已經算 因為等一下我們 也會比較算價 好 然後慢慢已經算 來 我記得呢 SSC呢 可以寫成 SSC 寫價SSR對不對 這個也很重要 SS1-1 SS1-1 加大SSR對不對 來 這個的證明太難了 所以這個證明我不會出 但是你要小心喔 這個會被換位置喔 SSR等SSE加SSD 对不对 这个你要小心一点的话 有快段时间就要小心 另外还有什么 SSD等SSE加大SSD 这个证明就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证明要注意就好 这个证明 这个证明要注意一下 其实我感觉会写文章的 但是呢 我以前作证明会扣得很长 因为我不会写字 所以我很感谢你 因为电脑帮助我们的证明 因为没有电脑的话呢 我可能今天就当我说写的证明 因为我会写词在这边写的证明 比如说第一证明 那如果是我们的证明 就是看到一天得到一天好多第一证明 第一证明 因为我会写文字很开心 但是我看得懂东西 所以你打字的时候 对不对 现在打字的时候有证明 你只要打前面几个 像是第一证明 还是打前面几个 第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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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比较会第一证明 哈 我不会用这个打字 我不会用这个打字 所以你会用这个打字 你看过吗 这个是最早的中文听音 这叫做 这叫做 对证明 你们以前不可以看他证明 你们以前不可以看他证明 两边都对证明 现在可以 为什么我觉得可以讲 因为我在哪里有看到 我在安阳的文字服务馆 它有一个文字的发展历史 有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 里面有这个 安阳就是 这个地方叫安阳 安阳 安阳这里 安阳在昏蓝 它这个地方是 这个口风 我看我所做的 就是 就是 呃 就是那个咒王 咒王跟达起 对不对 咒王跟达起 他把肚神切的 他没有完全叫安阳 安阳在这里 然后 皇后在上面 庞江在上面 安阳在这里 音声 他把他往下牵了一点点 不然打起来 那个叫什么 商座王的宫殿 他把他行到这里 一点点 但是在商座王那边 里面都在路上 这个路上 所以呢 火星到那里之后 他有这个文字博物馆 那文字博物馆 那文字博物馆里面 是有这个系统 结果看到这个 所以 我觉得现在 这个不可以讲 我觉得是 那个 那个跟 我觉得你们的比较好 你的那个 罗马 你们用罗马 你们用罗马 你们那个拼音呢 打是比较坏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那个拼音系统 是从英文的拼音系统过来的 所以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 有几个字会 像这个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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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觉得你们 这两个字的发音是一样 是吗 你们听起来会一样 所以会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我发现你们有两个音不好发 我们在最近 不知道什么叫 这个 这个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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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叫 所以 所以 我一直觉得你的这个发出来 好像长得都 一样 因为 一开始呢 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说 我们希腊还有老师 像 我们希腊 我们希腊 自己系统的老师 然后呢 所以这种不重要 重要是这两个 SSB等SSB加SSRB 这种设计的 改端就很严重 好 这种设计都变成了 对不对 包括之前的 我系中的 好 再来 我们知道SSB SSB-SSR 那你过来 SSB是什么 YI-YBAR SSB是Total 所以就是YI-YBAR SSR 它是回归出来的 它回归吧 你还记得 这个是回归乙庸 回归乙庸 我想过这个字 就是 重点就很严重 妈妈很高 爸爸很高 生育儿的孩子 应该要很高 但是生育孩子 其实不会高过 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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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头骨骨骨 这个叫做回归乙庸 所以叫做 HAT 让他大 回归乙庸 好 好 来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细看这个字 这是笔记 刚刚很像 再回归 这里 今天都认同一下 没什么差别 YI-N可以写成什么 A加上B E 对不对 YI-BAR 可以写成什么 A加上B 可以吗 然后A跟A 是不是消掉 然后B 减掉这个 所以B可以提出来 对不对 好 B提出来 就变成B 那你变成什么 XI Y减掉谁 XBAR 这有问题吗 所以你会变成 这前面是什么 这前面是 YY的笔文字 所以叫S SYY 这个拿出版 知道变成B 平方 很像里面是X 减掉XBAR 的平方 所以是谁 XX 里面谁是谁 所以最后会得到这个公式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覆差在公式的这一本 S平方 是什么 是SYY 减掉 E平方的 SSXX 这样可以吗 这公式有办法韩记 现在可以吧 这公式我记得课本好记 你会变成B C T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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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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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你看他会得到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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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看我觉得这个是最好记的 就是最好记 因为你在算回归的过程当中 比较算广 那 那SYY是最广的 因为在上回归的时候你的第一名是谁 你的第一名是SXXY 所以在上回归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算是这个东西来 这是什么东西来的 所以这个可能 好了你再等下 你再拿SYY解掉第一名 可以吗 好 因为这个不考了 所以呢 就不考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讲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我这个B 来 我们讲过了 我们希望朋友知道我们的问题 你拨在哪里呢 那我们就要讲 不是有很多条直线吗 那我们再回去看看这条直线 那我们再回去看看这条直线 站住一圆 刚刚在这里写 你看咯 我们一开始不是讲吗 我们会有一条什么母体的Y等于α加上dataX的 然后其他的什么 因为你的样本不同 所以产生出来线会不一样 但是都在他的附近 这样跑来跑去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他会讲说他以αβ为中心来分布 所以我现在想要知道 我母体的β它落在的区间是哪一个 这就是所谓的信赖区间 对不对 95%的信息它会落到哪个区间 也就是说这个区间我造了100次里面 有95次会包含β 对不对 同样的我也希望我的α 知道它落在哪一个什么 哪一个区间里面 哪一个区间里面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知道什么 必须知道我们β的抽样的一个标准差 样本的一个标准差 对不对 b的样本标准差 跟a的什么样本标准差 来这两个推导不好推 所以我们就不写了 好不好 我们就把它记下来就好了 s1b s1b s1b就是b的样本标减差 就会等于是什么 s 还记得s是谁吗 s是什么 s s y 减掉b平方的 s x x 除以谁 n-2 对不对 就是我的s 所以就是s除以根号 s x 有没有看到 所以全部都可以用谁组出来 用s s x x 跟s y 去组出来 可以吗 好 你看你的s1a a是什么 s乘上n分之1加上x平方 x大的平方 平均数的平方 除以s s s x 在有什么问题 刚刚听到博物局长 我想到一件事情跟你讲一下 就是 你最近 你学长姐在做毕业设计 对不对 然后最近不是在答辩吗 那答辩呢 我听那些 我们有参加答辩的那些台湾老师 我没有啦 有参加那些台湾老师 他跟我们讲的是 你们上导像不太会讲 是吗 我本来一直以为你们上台不会讲 因为 我看到 我在外面看到研讨会的大陆人 就是出国留学的那些大陆人 他们上台都蛮会讲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你们应该也很会讲 那如果不会讲的话怎么办 不会讲的话要训练 这是可以训练的 因为你们一天操劳一天讲 这可以训练的 我以前 我小学的时候 我总也记得我小学三年级 我班上 老师要我上台去做演讲 就是上到那个司令台 那时候跟你们 你们小学应该还有吧 有吗 就是会有一个小朋友 然后上台做演讲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希望我上司令台演讲 结果呢 我妈妈很高兴 我妈妈在家里训练我很久 叫我一直对镜子讲对镜子讲 到上台的前一天 我要先讲给全班听 我就站到讲台上 站 我的声音全部都不见了 我一个字都讲不出来 所以那一天老师就把我测换掉 我一边换别人去演讲 换别人去讲 好 这是我最挫折的一次 第二次是到高中了 很久了 已经到高中了 到高中了之后呢 要唱歌 就是你们不是有音乐课吗 音乐课老师要打分 那老师要打分的时候呢 他怎么做呢 他就是一人唱一句 轮着唱 那时候我永远都记得唱秋彩 你知道秋彩吗 听我把春睡觉好 我听说这首歌 没有 秋彩 我永远都记得就对了 反正秋彩 然后就一人唱一句就对了 然后我记得我是第四句还是第五句 等唱到我的时候呢 我一句话都没有听到 不是我有在唱 可是我一句话都没有听到 我声音好像没有出来 一个字都没有出来 那是我第二次大的挫折 我一个字都讲不出来 然后我后来觉得我这样不行 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就是在社团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参加校刊社 你看我竟然可以参加校刊社 做我写这么烂 你可以参加校刊社 只是写这么烂 还可以参加校刊社 那时候我参加校刊社 我那时候参加校刊社 其实不是因为这原因 是因为我心仪的几身 滚血很好 他应该会进校刊社 结果我就是选了校刊社 结果他竟然跑去谷真生 好 然后我就到校刊社去了 然后呢 我那时候呢就想说 好 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会讲话 所以我就训练自己 第一个最简单的训练就是我当干部 所以我那时候就自愿当了副社长 我那时候一开始先不是副社长 忘记是什么部长 然后当干部你就每个礼拜活动的时候 你就要上台报告 对不对 那时候上台报告 全身汗 发红 脸发红 然后很紧张一直走 一直走一直走 然后呢 手上写了十点 对不对 写了十点呢 讲出几点 一点 他全部都没讲了 就一点 就一点 我永远都记得就一点 然后可是呢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一个学期 两个学期 一年就过了 过了之后 就变了 我就变成可以上台讲话了 所以这个是可以训练的 这个可以训练 但是这个要花时间 你们真的要花时间 因为我们台湾老师是 有的是带毕业设计 但是他说 你们有的学生疲疲的 要答病前一天 还跟男朋友出去玩 然后也没有在练习 像我要出国参加研讨会 像我现在也是 我要出国参加研讨会 那你出国参加研讨会 你不是讲中文 你是讲英文 那你讲英文 我们中国人讲英文 多少一定是不好 所以你一定要经过练习 对不对 所以我要出国前 我那个投影片 我一定会练习五到六遍以上 我会怎么练习 我就自己把自己 关到一间教室 一样是教室 然后我就把投影片 像这样播好 然后我假设下面有人 主席 谁都坐在里面 然后我从第一个字开始讲 我不看稿 从第一个字 所以就像这样就开始讲 然后就从头讲到完 这样讲二十几分钟 从头到尾都英文 然后这样至少要练习到六次 我才敢出国去讲 这样才敢保证我上台站上去讲 是不会有问题 所以你们 我要跟你们讲就是 你们答辩也是一样 你们以后如果真的有答辩 答辩的时候呢 你们不是会准备PPT吗 你看我的PPT 有没有全部都是字 不会字 对不对 你看我的PPT有时候是什么 有的时候是一堆土的 没有字 有没有看到 一堆土没什么字 对不对 像 像这个 像简单的土跟方程式 那给你土给你方程式 你要自己会讲故事 你不要在PPT上面丢一堆字 我最常看到你们PPT 我有看你们的学长姐PPT 你PPT从头到尾都字 为什么 字对你有信心 你开转头过去 之后从第一个字 念到这一个字就好了 可是你觉得你这样的PPT 下面听了会有兴趣吗 不会有兴趣 我有看过韩国人是这样讲 韩国人一开始英文也不好 像你看 这里我没有几个字 我只有几个关键字 但是我看到这个关键字 我就要会讲 这样可以吗 所以你们以后PPT也是一样 趁这个机会 你们讲一下 反正现在讲的东西不是要考栏的 你们也是一样 你们在做PPT的时候也是一样 做完PPT 然后你放几个关键字在那里 然后你就要看到关键字 你就要会讲 你就要会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 这才是你真正做简报的技巧 简报不是一堆字在那里 有一次呢 我去看一下研讨会 我遇到那个韩国人 韩国人他讲的英文你已经快听不懂了 因为韩国人他讲话会 有没有 他不是会有他后面那个音吗 有没有 会有那个音对不对 他拍英文也是一样 Edison gentleman 他有一个上扬的音 听了之后你会觉得 我完全听不懂他的音 我是什么 可是他们很厉害 他们就是敢讲 他们就是敢讲 然后他们也是一样 他们红头到一堆字 那一场呢 那一场研讨会是我第一场出研讨会 我以前指导教授都给我出难题 我第一次要参加国际研讨会 我很气愤 我第一次喔 那时候是2005年 我第一次去参加国际研讨会 然后我的指导教授呢 他带我去参加国际研讨会 到最后呢 他在出国前半个月跟我说 郑先生我有事 你自己去好不好 然后就把我丢着 我就自己去了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没关系你可以带你老婆去啊 所以我都带我老婆去 好 我的那个 他研讨会他不是有 那叫北会 北会就是晚上 会大家一起吃饭 他说我那个餐券 什么都给你老婆用 然后你就带你老婆出去就好 你帮我把飞机票退掉 所以就帮我老婆订了飞机 把他的飞机票退掉 我两个就去了 但是我老板是主持人 他是那个会议的主持人 那个飞机chair 就是到上海说 next one i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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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看blah blah blah 那个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就说 郑先生我写信跟他讲说 你当主持人 所以我第一次出国看那些讨会 我英文不好 我还要当主持人 我怎么办 你知道我那时候主持人是怎么当的 拿着一张稿子 哈哈哈哈哈哈 少念的 我英文不好少念的 你看 我当他的稿子念的 然后呢 因为我当主持人 所以呢我不是坐在下面看演讲者 对不对 我是坐在旁边看下面的反应 所以呢我在旁边坐的时候呢 我在旁边坐的时候 我会稍微看一下下面的反应 那个韩国人 刚刚跟你讲韩国人都是字 有没有 就这样一直讲一讲的时候 下面的外国人是这样的 啊 啊 是反应是很不好 所以我跟你讲 你的DVD呢 尽量都是什么 土跟表 土是来帮助你解释给他听得懂 那表就是你的数据 要来告诉人家说 你的效果有多好 那你 你们有很多人会做系统 对不对 你会做什么系统 你一开始登录什么 登录什么 对不对 然后你例如你做了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 货物什么采购系统 你去摆东西的时候 只是登一下 全都会进来 系上什么等等系统 好 当你做那些系统之后 你就秀那些系统给人家看 那你在秀的时候呢 你不要嫌多多字给人家看 你就是直接秀你系统的好坏 然后就一张图 然后就解释说 我这个系统的优点 要做到的是这样子 对吧 然后你们要尽量上台 就是训练自己的想话 然后你要答辨之前 至少要训练 我自己出国都要训练六次了 我自己给自己的体验五到六次 那你们答辨之前 你们这个年纪至少要十次应该要 对不对 所以你们PPT放着 你就上来讲十次 十次不很长啊 你答辨一个人大概不到十五分钟 我猜 对不对 因为你们全班那么多人 要答辨 所以一个人不到十五分钟 那十五分钟 你讲十次也在讲一百五十分钟 对不对 一百五十分钟 你除以一分一小时六十分钟 你也才讲不到三小时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不会很长 只是你要找时间多练习 这样 好 这个学起来比 学这个后面还重要 好 好来 所以我们回到这里 应该超晚了 好 所以我们就会有它的信赖区间 对不对 来 就会有β β會落在哪里 落在我们估计出来的β head β head就是谁 就是β加减什么 我们的p 因为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p减定 那为什么用p减定 不要忘记 其实用p减定是最好的 因为p减定 当你的样本数过大的时候 你的p分布会接近正态分布 对不对 所以你的样本数一大 其实你算出来的值 就会跟正态分布算出来值 非常的接近 这样可以吗 所以你所有跑出来 其实大部分都是跑出p值出来给你 好 好 同样的你的a 你的α 你的α 就会在a加减 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范围里面 好 我们来算一个问题 好 来 这是以色尔跑出来的 好 以色尔跑出来之后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结句 结句是谁 结句是a还是b 结句是 结句是 对不对 a加b的时间结句是a 不是b 所以我开始会调不清楚 因为我们高中学的课本是从 电方程式之外 有些a b都在做我 所以记得结句是a 好 现在是a 结句出来 有一个下限 他告诉你说 真正 母体 母体的结句 是落在父的妻子到正在实施的事情 好 这怎么这么看 对不对 所以妻子这个结句 如果在这个看 整件事情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通常很早去看整个结句的方法 因为那个非常重要 不然很早去看 就像我们的身高 我们来看我们身高的例子 我们身高体重的这个例子 好 我们用这张图来看好了 好 如果as是我们的体重还是侧身高 好 但结句的时候 子重等没有了 子重等 0 子重有等于 不会 对不对 所以结句不重要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有时候那个 你看那张报表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那个范围不见得 你是要拿来用的 只是它报表一定会呈现好 呈现这个范围给你 那你还记得 我们刚刚在做 刚刚在做那里 是有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系带度可以选吗 可以选9599 你如果不选它会跑出95成给0 你如果里面打一个99 它会给你95跟99的 可以吗 里面如果打99.7 它会给你95跟99.7的 再有点 好 比较重要的是谁 比较重要的是x的系数 x前线的系数就是我们的beta 就是我们的beta 所以我们的beta会都在哪里 0.4到2.0之间 所以它们会有更相关 所以它们会有更相关 代表我们的斜率 有140几面 有95是会包含我们这一个beta 那这个beta呢 我刚刚刚的换 我都在1.4到2.0之间 就是说它其实最短最短是1.0之间 最大最大到哪里 2.0 这样可以吗 所以它会有更相关 这样可以接送吗 可以齁 好 所以这个比较重要 我们一般而言是这个比较重要 但是我会没有跟你讲上面这个不重要 没有 我们一般而言是这个比较重要 但是我并没有讲说这个不重要 要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你的问题在x等于0 是有意义的 x等于0是有意义的 那你的结局就有意义 这样可以吗 但是你的问题如果在x0是没有意义的 像我刚刚讲 体重不可能会有一个0体重的人出现 0体重的人他的身高多高 这有什么关系 没有这个人会出现 所以x等于0 对这个而言 结局就不是那么重要 这样了解吗 好 好这是第一个 好接下来呢 你看我们又回到这张图来了 接下来我们刚刚已经看完什么 我们刚刚已经看完我们的αβ 我们知道我们的α会落在哪个 会落在一个范围里面 对不对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β会落在什么 落在一个范围里面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自信区间 对不对 α跟β会落在一个范围里面 好我们现在想要知道 既然α跟β会落在一个范围里面 相对应的 我们出来的这一个yi 应该也要落在什么 一个范围里面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的yi的范围会落在哪里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来看yi的范围 好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的这个期望 这个期望有没有 这跟α跟β有关 就像我们刚讲的 α会落在一个自信区间 β会落在一个自信区间 所以我们这一个呢 给定了s0之后 这个期望应该也要落在一个什么 自信区间里面 所以我们每给一个s0 它就会落在一个自信区间里面 不同的s0 就会有不同的自信区间 好 所以我们现在想要看这个自信区间长什么样子 来公司在这里 这个呢 我们也不知道 来 这东西背起来 不用背 不用背 好 好 用背 好 好 你维持这个声音 都不用背 好 它在哪里 在s1的bypad 主要是这个标准参数 这个标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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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form 这个形式有什么 我们课文的形式 我看的四个课文 四个课文的课文都不一样 但是它们之间标准参数 也不一样 所以你的用法系统就可以了 来 这套系统是s 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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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这个区间会被谁影响 它被受到你的 点跟谁的影响 跟S bar之间的距离 理想 也就是说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东西一定会通过回归直线 哪一个东西一定会通过回归直线 考试会考的 S bar Y bar的类 可以接受吗 S bar Y bar一定会通过回归直线 当我的X 我们在这里画 所以我们知道对下来 对下来这里是什么 S bar 当我的X离S bar远的时候 这个如果大 这个值就变大 这个值变大 这个就会变大 这个变大代表这个值就会变大 这个变大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自信区间变大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X离这一个S bar越远 你的自信区间就会越大 这样可以接受吗 这样可以接受 好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它每一个给Y的自信区间变大 这个在百分之处的自信区间变大 到这里变大一点 到这里就变大 到这里就变大 变大 它每个时间划越远的时候 它的自信区间变大 它的自信区间变大 这样就变大 这样就变大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 有时候你会看到这里的曲线 好 好 那这个曲线是什么意思 我把这个消掉了 我们仔细解释这个曲线比较重要 你如果在外面 你如果在外面 这个你先往一把 你这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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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有自己的一个 你这有时候有趋势线 趋势线 趋势线好像可以加上 那他如果可以加上下 支持线 你这有时候可以跑出这个 但是很多统线 都可以跑出这个 跑出这个 不再讲 是比较 再讲说 假设我的身高在这里 我的身高在这里 我的身高 假设是70 70 在这里 我有90%的信息 我真正的 比重 会落在那一個 曲线里面 那可以接动 它的意思 是这样 所以你的身高越高 所以你的比重 身高越低 身高越高 身高越低 增加地面 越有增加地面 这个区间又是大 代表你跑出的资源 增加地面 这个区间如果变小太小了 这个资源 所以在哪里最准 代表你身高的这个地方 最有增加地面 好 所以你然后解释这张图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要解释这个图 好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好 這個例子我們之前看過了 這是九個學生 我們通過再看一看 有個學生 我所屬於裡面抓 你九個學生 他們身高是體重 我希望有身高是體重 那我剛剛講的 我自己擔長這方面 當你身高是體重 體重是體重 體重是體重的 對不對 如果有人身高是體重還有出來的 對不對 不可能有這種東西 對不對 你要記得我們那時候算的時候 算這個出來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是有SXS SYY SSY 對不對 好算出來之後我們也可以算出 B跟A 對不對 這我們上次都講過了 好 來 重點在這裡 當我有一個人 他的體重是 身高是76的時候 我把這個講完好不好 很快 算了 在我再講 好 繼續 好 那接下來我們剛剛有講每一個點 對不對 我們一開始就講了 有沒有 這是每一個點 他都會有自己的一個範圍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想要知道他的信賴區間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把他的這一個 標準物一樣把它算出來 好 你們看到他是從X0-S bar 所以我們上次有講過他是以什麼 他是以X bar為中心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 S0只要離X bar越遠 這個值就會越 大對不對 越大的話 你的這個誤差就會 界線就會越大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X 如果很遠 這個誤差界線就會比較大 X 如果離X bar比較近 這個誤差界線就會比較 小 就會比較小 所以你就有看法知道說 我的資料 到底會分佈在哪裡 你會發現 幾乎全部的資料都落在什麼 在這個界線裡面 因為你擺出 我支援的信賴區間 畫出來的 可以嗎 所以幾乎所有資料都會畫在裡面 好 所以我們以這張圖來看 以這個來看 我們上次看到這個例子 好 我們這裡有9個學生的身高 他的資料是這樣 這樣 那我們這一個 其實就是剛剛那一張圖 好 首先第一步 我們也是一樣要算出這些值來 最重要是要有誰 這一個 SXS 對不對 跟什麼 跟SS YY 最主要是有這兩個 但是你要算回歸係數的話 要有誰 這一個 對不對 不要忘記回歸係數 B等於什麼 B等於 SS SY 除以 SS XXX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上次就把它算出來了 回歸係數是5 B是5 對不對 A就拿什麼 Y bar V bar 減掉V bar 我講過了這個很重要 不是考你 會考你什麼 S bar Y bar 這個點 會不會通過這個 回歸 直線 對不對 好 這個是 選擇題 判斷題 隨便 反正類似的 我也忘記我出什麼題 好 所以這個算出來是說 -200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的回歸直線是 Y等於-200加上5X S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現在最主要是要把他的這一個 上界跟這個下界給他找出來的 我們要把這個上下界找出來 所以我們要怎麼找呢 首先第一個我們針對每一個點 針對每一個點 我們現在只看76這個點 每一個點不一樣 為什麼每個點不一樣 因為你的公司這裡有一個叫誰 S0 S0 如果離S bar越遠 你的區間就會越大 S0 如果離S bar越近 這個區間就會越小 這樣可以嗎 所以每個點都不一樣 好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呢 一開始先算S平方 S平方的公式 這不用背 考試不會考 S S Y Y 減掉B平方的 這考試不會考 你不用背 你看一下就好了 B平方的 S S S 17 這其實不要忘記這什麼 這個就是 S S E 15 所以你不要把它比 都要把它選擇在如何並 它就是哪一個 每一個是 suspicion な 那我把它因為 Vicky 分大錢 632.286 好 算完了之后呢 我真的是要标准它 因为我们公司要标准它 你现在就要S S就是根号 132.286 然后是25.15 25.15有了之后呢 这个有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再进来 21.15 你看这里面很复杂 N分之一 有没有很复杂 就是有那种比较造型 加上这个点它越远就越大 所以这个点要带76.68 0.168的平方 0.240 好 算出来就是这个分别 这个分别是说 你前面是25.14 后面这个开根号 里面是根号 0.348 里面是0.348 所以你看我现在拿了76 这个比较很大 但是如果拿了68 那边是就越来越多 是不是 如果这个拿了66 现在就能复杂 那种比较一样的事情 就越来越多了 你看 所以你要看这个地方会有大小 好 算出来 你又有办法算出他的人上下借人 好 他是用低值 低值是2.365 乘上25.175 再乘上这个分号 算出来就会发现 他都在哪里 180 这个加一加180 加减36.57 看起来 看完的说说我方便是什么 这个意思 你有94%的区域 如果算140 里面有9次 这个区域 是这个区域的呢 370的区域 是这个区域 我这个150 会落在这个区域里面 可以吗 好 你看一下 180-36 这个区域 小150 大概 好 180加30 也当然大150 150 只会在这个区域里面 140里面有9次 这个区域里面 但是有5次会 直队 这叫百年区域 有4次的区域 对吗 好 这个区域 实际过多 我本来想考这个 可是我后来看一看 我自己在按计算计算的时候 我都觉得 我自己都快算不来 对 所以我后来想想算了 这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没有问题 来 这边有一个t分目表 t分目表再复习一下 这怎么查 为什么有t分目表在这里 主要是这边有一个t 自由度是7 有没有看到 为什么自由度是7 对 n-2 这边总共有9个人 所以n-2 就等于9-2 就是多少 7 所以自由度是7 因为我是95%的信心 对 所以你如果以这里面来看的话 中间是95% 对 所以你的双尾是多少 你的双尾α是0.05 对 所以双尾是0.05 单尾就要看0.025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7 所以degrees是7 对 然后0.05 双尾 你会看到在这里 所以是2.365 这个查表会 考试一定会有一t分目的表 很长 跟我们其中考试一样的 好不好 好 所以2.365 所以你看前面这边就是2.365 可以吗 好 为什么这个例子会算很久 因为那本书的答案是错的 我算了 那本书 那本书的这个答案是对的 那本书是对的 那本书是对的 可是我忘记它哪里是错的 对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很习惯 为什么如果用那个错的概念 例子 怎么会出现这个答案 它一定是有个地方写错的 好 这样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了 来 接下来呢 如果我给你一个新的点 我是要做预测 回归最重要是要做预测 对咧 那我们如果给回归线的时候 我们做预测怎么办 很简单 你们是把新的点 再进去 新的点 再进去 再加上那些东西 新的点 可以吗 好 这是回归 但是如果在这里 我们要考虑它的信赖基金 也没有问题 很简单 所以要加上后面那一块 什么意思 就是你 那个新的值 所以如果在什么 加上这个范围 跟点调值 我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心 对咧 好 都在这中间 好 但是这样最上一种 这里有一个SEYU 你看到 SEYU SEYU SEYU是什么 S乘上升号 你只看一样乘上升号 它在哪里 对 观察力很好 它在这里多了一个什么 E加 好 这个是因为要不偏估计 而跑出来的 这种不管 这个证明不容易认 这证明不好认 这个是记得 你要说E加 就对了 所以这公司会长得不一样 要多出一个E加 但是一样的道理 就会看到 SEYU 如果你也差很较远 这个区间就会很放大 对不对 如果SEYU 你也差很近 这个区间就会 多小 以后你在学建模的时候也是一样 以后你建模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我们叫四配 你不知道叫什么 那天那个戴热热有跟我讲一个名字 戴热热不是戴热热吗 他是叫戴热热吗 是啊 他的区间就叫戴热热 所以我也是看区间上面叫戴热热 那个 四配就是我要拿一条线 就像回归一样 我要拿一条线 内部这些别的 以后你们如果要学 以后你们学到线模的时候 会有很多不一样 那你可能会看到这种 那像这一种的呢 你找出来的一切 这应该会长得 应该会长得 这样 对不对 可以吗 那你找出来长这样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在中间的这个地方 会是准确的 但是这个凹点固定 但是要交出中间这个地方准确的 在两边这里会不准 那两边这里呢 它怎么长都可以 都不准 所以这个道理是有点像有没有 这两边呢 它的物差会变大 那为什么两边物差会变大 因为你想想看 我在做这一条直线的时候呢 我必须用到它左右的点 如果它左右的点很多 你用开乐展开式的想法来看 如果它左右的点很多 这边开乐展开式就会比较很确 但是你看如果这边点比较少 就是那个点的附近的行为 它的变化差异都比较大 可以接受吗 所以你会发现呢 它在两个抓点的时候 它的变化行为差异会变大 这个是合理的 那越接近什么 越接近数据的科技点 这边的数据应该会越多 所以这边的变化行为 就不会有太大 那可以吗 为什么觉得今天外面对走来走去 是我心理作用吗 好 这种问题 好 没有问题的话呢 现在如果有一个新的人 叫76进来 好 76这个人进来之后呢 你看计算公式上面都一模一样 这个一样 这个也一样 看在哪 他还多了这个一而已 这个这个 这个也就变成1.378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们这个数值都会放大 这等于告诉我们什么 当你在做预测的时候 你的不准确性会比较高 对不对 你会放大比较大 这样可以接受吗 在做预测的时候 你的不准确性会比较高 好 这就带进来 好 带进来 就会发现 每一趟的这个 第一趟的借鉴比 刚刚来的大 现在是69.815 好 那刚刚那个是什么 39 有没有 36 对不对 就是差很多 有没有 所以他的误差 会因为你是做预测而放大 你会做预测而放大 好 旁边那个漫画画的很好 看一下我记得我把它放大 有没有看到 这个漫画画的很好 它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说 我的界限有多大 我的界限 你看 他现在要找一个每次即可 对不对 他的体重竟然是在 113到250方之间 所以他的误差界限很大 所以他代表 他画一个人瘦瘦瘦瘦瘦 好 他这一天预测 对不对 代表他的误差界限有 这个漫画是在010方 好 也就是说 然后呢我们在预测的时候呢 这个其实这个预测这个数字是不好的 因为他的范围太大 好 他是不好的 但是呢 他不好 主要是因为 还是因为什么 其实这个G16 他比较远 所以比较不好 如果离他近一点 他就不会这么大 对不对 他就好一点 好 那不好 还有几个统计上的原因 来 我们先看几个统计上的原因 来 第一个统计上的原因 当我们用 用身高来预测体重的时候 本来就可能是很有效 对不对 身高跟体重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不完全是一个必然的关系 这个我们用想就知道 可是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拿这个来当意思嘛 因为身高体重是我们最常见的 所以你看身高体重还有什么有影响 他们 美国人家是原理 我们这边没有Costco Costco也是什么 我这边有Costco 但是你如果住都市医科 有看过那个摩玛 摩玛是 摩玛中文叫什么 叫过尔玛 有听过吗 有 没有听过 过尔玛在超市 超市超市 很大的超市 那里面他会有 那个 会有一个区域在卖食物的 好 你有去过 他会有一个区域在卖食物给人家吃的 那个区域的地方就很 就可以买到很多棉市的食物 好 就会有那种卷皮 他每个人都买去卷皮 就是拿那个卷皮 然后把它包起来 啊 或者像汉堡类的 那边都买到 卷皮汉堡类的 好 好 所以呢我们单独用生高 是没有办法 逆色性不动的 所以我们后来也需要循述 或者拖远回归 因为我们没有放的地方就会有原因 好 就是你在做经济物件 还能考虑 经济其他区域 像你的系列啊 很多男生会比较胖 对不对 遗传啊 你知道 像我爸比较胖 我就比较胖 我比较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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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等等 那还有机器能力 也会理想到你会不会变胖 对不对 机器好的就会比较胖 还有你走路的习惯 生活习惯也会有 像台湾胖的人不少 但是我来这里看到的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人几乎都是两只脚 你们都是两只脚就这样子 我们出门就是摩托车拉出去 你就出去了 而且是摩托车喔 不是电动车喔 他肚子饿的时候是吃油 不是吃电 吃电很可怜 吃电他要吃12个小时 吃油只要吃1分钟 要去掉马银 所以 来要买摩托车 不要买电动车 我买了一台电动车 有时候要去景区晚的时候 如果你前一天就好像胃饱 不然他没有办法回来 好 再来呢 最后一个 主要是这个 你不要忘记我们量粉数据 量粉数 量粉数会影响到 你的夫妻的紫穴度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量粉数越多 你的夫妻优越准 你看这个数据真的 有个点是不够的 对不对 有个点是不够的 所以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 而且最重要是这句话 我刚刚讲 他只有一个人的身高是76 是不是意思 就是我刚刚画那张图 在钻铁的时候 如果你的数据量很少 这边会不准 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你的 这边的数据量很多 这里 数据量很多 对上去才会不准 这样可以吗 好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 如果呢 我们把所有92个人的样本 92个人样本 这里有92个点 92个人样本 你放进去 放进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看他的区间 有没有看到 他预测区间的间接 就变得比较有力 有没有 没有很明显的给他放大 可以吗 了解为什么 你的点越多的时候 你看 刚刚就有个点 这边会变得很大 OK 你看现在有这个点起来的 这边的点就不会放大那么多 不会放大那么多 但可以接受吗 这张图很疑惑吗 可以吗 这张图就是刚刚那个 刚刚这个49个点 刚刚这个是9个点 对不对 9个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两边会差很大 然后他会刚刚翻出来 对不对 东西也不算接近而已 但是如果我的点数多了 好我的点数多了 看哦 如果我现在点数变多了 好点数变多了 你会发现他这两个地方呢 他的这一个 这一条线 他就不会像刚刚一样 刚刚不是会这样放大吗 对不对 你看他就不会放大了 有没有 他就会变得什么 比较稳定 这样可以吗 点数变多了 他就变得比较稳定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叫预测的边界 如果他讲的是预测的边界 他的这一个s 是用哪一个出来的 我们有两个 一个是这一个 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这一个 一个有加1 一个没加1 如果他写的是预测边界 也是有加1 还是没加1 预测边界是 有加1的哦 这样可以吗 因为你要拿预测的是拿什么 是拿xnew 跑进去之后去跑什么 去跑出你的ynew 可以吗 所以预测边界是有加1的 预测边界是有加1的 预测边界是有加1的 这样有没有问题 我这边讲的比较快 是希望你把概念抓起来就好了 我没有要你 我不会走 我怎么觉得今天一直很幼稚 在那边看 今天这一段是在干什么 今天是茶糖吗 今天是茶糖吗 真的有 好 可是我一直觉得奇怪 怎么好像有人 我就冷 可能有一个第6感 好像都很准确 它会流量会比较大 哈哈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假设检定 我们要假设检定什么 假设检定我这个回归线 我又看到一个 好 假设检定什么 假设检定这个回归 这个回归线到底有没有效 对不对 它什么叫做有没有效 如果我得出来的 它的回归线是长水晶的 如果我得出来的回归线是长水晶的 水晶的 水晶是代表我 是代表我的β等于 对不对 我的s没有邪迪 那邪迪我的β是等于 β等于在什么 代表我的s 不管是多少 你的y子会有影响 如果y子永远都不出力的 对不对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x 对于它是没有影响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回归线出来 是一条水平的 是没有用的 我的回归线出来 一定要想办法做什么 想办法让它有点邪迪的 不管是上邪 邪迪证的 还是下邪 邪迪复的都可以 但是就不要是水平的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希望我的回归线出来 可能是长 这样子的 那长这样子代表什么 我们的β x0 对不对 或者长得像这样子的 这是正相关 下面这个就是 互相关 对不对 β小于0 所以我们也讲过回归线 跟回归 跟相关係数之间的关系 好 那简单来说就是呢 我希望我的β 怎样 不要是0 可以吗 我希望我的β 不要是0 这时候我们就有办法做简定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虚无假设 假设成β等于0 我要想办法把它比卷掉 所以我的对立假设就是β 或等于0 就可以想办法做简定 好 所以我的原始假设 就是我的虚无假设 我的β就等于0 那统计量很简单 统计量是检查什么 检查b 对不对 那既然检查b b等于0 β等于0 就代表什么b 减掉β 除以 seb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t观察值 d的obs 可以吗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的β 现在是多少 β的虚无假设是0 所以就变成b-0 所以就剩下b除上 seb 对不对 可以吗 很简单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 他的观察值就会出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一下 对立假设是什么 对立假设就是β不等于0 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写 如果你有强烈主张 我强烈主张他们是正相关 你就可以假设他的β是大于0 那就变成是右围减定 对不对 如果β不等于0就是双围减定 如果β小于0就是卓围减定 可以吗 所以一样的道理 所以当你如果强烈 强力假设他是正相关 那你就要β大于0 这是正相关 如果那就变成什么 右围减定 对不对 如果你强烈假设他是什么 互相关 那你就要β小于0 这就是互相关 那这就是用什么 卓围减定 当你两个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 β不等于0 代表他们有相关 那就是要用什么 双围减定 这样可以吗 双围减定 好 所以我的观察值 就直接拿刚刚的5除以1.62 1.62 好除出来之后是3.08 好除出来是3.08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什么 你看这里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的对应假设是β大于0 就要用什么 右围对不对 右围就是看什么 看你的观察值 右围就只有看这里对不对 好看你的观察值 会不会大于你的0介值 可以吗 可以接受吗 如果大于0介值 我们就拒绝虚无假设 好 那如果β小于0的话 就看的是谁 看的是 左围的对不对 左围的就是要看你的什么 你的0介值 会不会小于你的什么 观察值对不对 好会小于观察值 会就拒绝虚无假设 如果是双尾的话 就要看什么 就要看 两边对不对 就要看两边 可以吗 我这个是顺便在复习 你们会考试的 所以你不会跑 是复习你们考试会考的东西 好 所以你不会考 现在讲的都 都不会考 你看 我一讲那个就不听了 你看 好 所以呢我现在踢呢 当你7个自由度的时候呢 T是多少 1.895 我们可以查 当你自由度是T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他的什么 显著水准α是0.05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刚刚用的是什么 单位 所以现在这个α是 0.05 单位 单位是0.05 对不对 0.05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多少 自由度是7 0.05 自由度是7 单位是0.05 所以在这里 所以是1.895 可以吗 所以是1.895 所以我们再回来 所以是1.895 这样可以吗 这边教你查表 好 当你的T值如果大于1.895的时候 就是显著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算出来T值是多少 3.08 有没有大于1.895 有 所以他是显著 所以他拒绝掉H0 所以他的β很明显是 大于0的 大于0的 好 所以呢我们才会看到这张图 有没有看到 这个截距不要忘记 截距这个系数指的是谁 α 或者叫A 这个值的系数是谁 β 或者叫B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统计量是多少 3.5的 对不对 所以主要是要看谁 P值 P值有没有小于0.05 有 对不对 所以他有一颗星的 显著 他有没有小于0.01 有 对不对 所以他有什么 两颗星的显著 所以他告诉你说什么 他告诉你说呢 我现在回归一百 这个P值 这个P值很小 这个P值很小 但小于的 那个截距呢 他是小于 大于0的 这样可以吗 那截距如果当你的细数 是大于0的时候 代表他们有正相关 这样可以吗 代表这个回归线 这个回归的解释 还是可以的 有这个P值来看 好 但是我们这边都看到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我们有讲的呢 我刚才只有讲β 因为讲α 没有 α也被灌 α的 在这里面 那α的P值是什么意思 因为 我本来想这个怎么误了 后来想讲 我该再直接讲一讲 这个P值是什么意思 我一开始会假设 虚无假设是 α 虚无假设是什么 是α等于0 可以吗 这例假设是什么 α不等于0 或者α大于0 或者α小于0 好 当我算出来的P值是这个 代表不显著 对不对 不显著代表什么 代表你要 接受你的虚无假设 所以你据受你的虚无假设 代表你的α有可能是0 α有可能是0 你没看到 α有可能是0 因为α的区间在哪里 够的P值到 我把它清掉 α的区间在哪里 够的7指到正乘42 所以α真的有可能是0 对不对 通常我们比较不会管α 我们上次有讲过了 我们现在用身高 来预测你的体重 你不可能会有一个 拮据是什么 拮据就是x是0的时候 x是0 代表你的身高是0 你身高是0 还要预测你的体重吗 不用了 对不对 你不会有身高是0的 所以这个拮据 在我们这个题目里面 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在有些情况底下 这个拮据是有意义的 如果在拮据是有意义的 如果在拮据是有意义的 情况底下 这个拮据的减定就比较重要 但是像我们这个题目 拮据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拮据的这个减定 就比较不是那么重要 这样可以吗 好 诶 讲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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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